在西方国家现在还在庆祝一年一度的圣诞假期 不过当我们拿着美丽的节日装饰品的时候 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它的来源来自哪里 美国厄勒冈州的主流报纸厄勒冈人 日前报道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当第一名叫做朱利耶凯斯的居民 在购买的一份万圣节商品当中 竟然藏着一封来自中国辽宁沈阳的秘信 里面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秘密 今天我们的头条新闻 厄勒冈人12月25号更新了一个23号的消息 当地42岁的居民凯斯 今年10月的一个周日 找出来一年前买的一个售价29.99美元的万圣节装饰品 准备用来装饰女儿的五岁生日会 突然他在两块泡沫墓碑中间 发现了一封折成八折的信 信上写着 他们是沈阳马三家劳教教养院 二所八大队的被非法劳教人员 也是这款装饰品的制造者 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完全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 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 不分节假日 每天不得不工作至少15个小时 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0块人民币 折合大约1.6块美元 稍有代工 这些被非法关押者会遭到酷刑折磨和大骂体罚虐待 信件没有落款但开篇就请求读到这封信的人 能够把消息传递给人权组织 以营救他们数千名无辜的受迫害者 当凯斯看到这封冒着生命危险的求救信 非常震惊 之后他在脸书上把这封信贴出来 希望把资讯传播出去 他的朋友们看到消息成为了这封信的义务传播者 厄勒纲人报道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并表示美国移民海关执法署的国土安全调查局 已经开始展开调查 报道还说 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事务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 这封求助信和该组织了解到的中共劳教系统一致 中共当局不经过庭审 就可以随意关押和迫害法轮功修炼者 新桃园记者仁浩综合报道 我们下一个部门关执法